昨天下午立委蔡振元遭到民眾肉身擋車 趴在蔡振元坐車的引擎蓋上 隨著車子行進 那麼有一輛白色轎車駕駛看到這個情況 為了要讓蔡振元的車停下來 因此衝撞蔡振元坐車 而且還拿工具攻擊車子的擋棚玻璃 在蔡振元報案之後 警方也將擋車的男子 還有駕駛白色轎車的林姓母子移送法辦 尖叫聲四起 就是因為這台黑色轎車上的引擎蓋上 竟然趴著一名男子 蔡振元 你幹什麼 喊著立委蔡振元的名字 但轎車怎麼樣都沒停下來 一群民眾還試圖向前幫忙擋車 卻徒勞無功 黃原事發經過 原先在立院外面 公同盟的民眾包圍立法院 要立委們回去立院開會 卻爆發推起衝突 有民眾看到立委蔡振元也正要離開 先是在監察院門口 試圖擋住蔡振元去路 不讓他上車 接著一群人對他圍攻包夾 這時候林盛文走到車前 企圖以肉身擋車 我要告蔡振元立委殺人未遂 因為對我來講我要攔他 我直接趴影應該就好了 我今天沒有要攔他的意思 而是我必須先讓我自己一個人 站在他的車子前面 讓他不要開車 我確定的旁邊壓分他成形的民眾走了 安全了 OK我離開無所謂 但是當我站在那個前面的時候 他是直接開車的 強調只是想針對核四訴求 才會擋在車子前面 卻沒想過會上演街頭驚魂祭 而林盛文和另外一名民眾 就這樣趴在引擎蓋上 一路從中少東路經過林森北路 直到長安東路中山一派出所附近 這時一輛白色轎車看到車上掛著兩個人 就將車打橫響 阻止車子繼續開 卻與蔡正元的車子發生差撞 車上駕駛還拿下工具 攻擊車床擋風玻璃 蔡正元堅持對白色轎車內的 林姓母子林盛文提告 警方依公共危險強制等罪嫌移送法辦 檢方覆訊後林辰請回 蔡正元堅持對白色轎車內的 我們先上車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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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建議有位救人 小心摸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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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蔡正元在臉書上發文指責 附上坐車被摧毀的照片 晚間九點多公同盟領導人蔡定貴 為了聲援擋車民眾 又再度號召民眾路過中正義分局 要分局長方養寧放人 雙方又發生推起衝突 經過一個半小時後 蔡定貴把路過民眾帶回立院 呼籲民眾要冷靜 才結束一整天立院驚捆季 油田TV綜合報導